今天說新聞 聚焦在選戰話題 把時間交給熟君 聚焦在新北市長的選情 帶大家來看到 民進黨的新北市長候選人林佳龍 要挑戰現任的市長侯友宜 不過侯友宜的市政 滿意度及民調的成績 一直都還不錯 那他也是最新民調 這個欣賞度 唯一超過四成的候選人 不過也因為這樣子 種種的原因 讓他成為了國民黨內的共主 被稱為是黨內最強母雞 因此參選2024的呼聲 就越來越高了 不過來看到這一份最新民調 能不能接受侯友宜 正在選市長 但是又不排除 參選2024的總統嗎 如果有42.4%的民眾 是不接受的 另外的提問是說 支部支持侯友宜 如果當選市長 但是明年再宣布 參選2024的總統呢 結果是有52.8%的民眾 也就是過半的民眾 是不支持的 不過侯市長到底要不要參選 那也成了對手攻防的焦點之一 就指引他會選上 新北市長就落跑 而他本人則始終沒有正面回應 到底是會市長任期 做好做滿 還是有參選總統的可能呢 這會不會成為侯市長 接下來的選舉包袱 後續的政治效應 還有待關注